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个你怎么来评价 我们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国家不同省市 大家互利共赢 优势互补 大家有合作 那么大家也想改善我们的经济 从而改善我们的民生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内地不同省市的领导来香港 跟我们谈一下怎么合作 他们来 我们也过去 我们也去 李建特首也去了好多边 我也是老的次 包括我们也去了达湾区四个城市 也去了重庆 也去了北京 我们都去了 希望都是一个合作 互利共赢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要打好我们的经济 还有香港 我们有一国两制 有一个优势 那个优势在哪里呢 我们行那个普通法 那个普通法跟外国可能比较接近 国际之间的跟国际之间的规则交往 基本上没有障碍 还有我们的专业服务 也是很专业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 如果外国的企业希望到内地投资 或者是内地的企业希望到外国投资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人 超级联络人 我们今年的失业率是2.9 就等于是全民就业 全民就业 而且是岗位等人 对 但是因此我们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就是外劳引进 但是外劳引进的某种方面 我们听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就觉得 哎呀你这个人来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强了我们的工作啊 从港府这个角度 怎么样让大家更加理解支持 这种经济的复苏 同时第二个呢就是 很多引进来的优才 那么他也有一个担心 我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怎么样能生存的更好 工作的更好 把香港当做自己的家 香港的人 我们叫人力机缘 对 其实是 确实这些人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特首呢 他在去年的市政报告 就要强企业 强人才 强的意思呢 就是主动的意思 我们要主动 所以我们要放宽 好多那个 人才输入的一些计划 特首给我的工作目标 就是一年不少于三万五千 但是我可以向你报告了 我做了八年 就要超过十万申请 证明呢 内地以及外国的人才 对香港也是挺有信心的 对 要不然他不会用脚来投票 直接来香港 对不对 人力方面 刚才我说少了十几万 对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 其中一个方面 我们是输入劳工了 计划上面有三个行业 第一个暗老业 暗老业我们有输入七千 那么建造业 还有运输业 加起来我们有两万 所以我回应你刚才一个问题 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劳动人口 不会啊 我走了 我少了少了十几万 我来了才来两万多 刚才你问一下就是 有些外国的人才 对 他来香港 我们怎么可以吸引他 当然 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 都是香港自己的经济要好 对吧 你经济不好 谁都不来 那个首要的 我都说 我跟财政师说 我说你的长企业是第一步 我长人财是第二步 你第一步搞不好 我第二步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然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 有一些优惠 比如说现在 如果你来香港 哪怕是第一天 你买房子的话 你可以买 买了以后 你当然要付百分之三十的税 到你住满七年以后 我们把你多交的税 退给你 这个是挽留他们的一个方法 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让我们的同事用这个粤语提个用 我们在你的微博里面 你都提及到你小时候已经是有住过板间房的 不知道这段经历 和你这一年来大力推动这个共创明天计划 辅助这个弱势社群家庭有没有关联呢 我以前是住板间房的 就是我出生了一陣子 板间房是什么叫板间房 我和劏房有什么分别呢 板间房比劏房还差 劏房现在很多时候都有独立厕所 我们的板间房是没有独立厕所的 是一齐 就是家家人都是用那个厕所的 我是小朋友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流行生很多小孩子 我家有六兄弟姐妹 我爸爸我妈妈八个人 就住一间板间房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住了 所以后来我有个妈妈 结果要我去他那里住 不然住在另一间板间房 我没办法搬开住 因为太逼了 没办法搬了我走 对于共错明天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用这一段真实的经历 我是鼓励一下他们的 就是说你们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很差 而令到你将来的发展有所限制 我是一个例子 我比你们差 一定比他们差 我就做了职务司司长 不是没有可能的 特首在施政报告那里 都有提到 就说要解决夸待贫穷的问题 我经常说 看得远你才走得远 你看不远你走不远的 等于我们住在一个农村的小孩 他出来城市 他可能什么都不懂 那他不是笨 他是没试过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多一些经验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共错明天计划 我们有一个有私计划 一定有一个人带着他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好 自信心要回来 还有认识社会 懂得如何去追求一个自己的梦想 一步一步去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